为了解决罗东正民找垃圾车的问题 除了保留原有的垃圾轻运整理点之外 考量罗东正道路宽度以及避免影响车辆的通行 选择四条垃圾轻运路线 分别规划时处定时定点垃圾轻运停留5到10分钟 依照实际现况进行调整 另外新增定时定点的5个专区 踩每定点40到50分钟 专区规划配置踩垃圾车 资源回收车各一辆及清洁人员组成 由民众自行将回收物逐一细分类至 以标示分类的回收架内 同时做好消毒打包的作业 并且在试办期间 其出其中其末 办理三次的问卷调查 就以试办的情形 直接访谈民众做成记录 以便日后滚动式检讨 保留优点改进缺点 持续推动 希望创造更多定时定点的垃圾轻运 罗东镇长吴秋林表示 很多相信好朋友对于倒垃圾这个问题 常常是他们很觉得很困扰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来试办定时定点清晕垃圾的一个 试办的一个方案 那原则上我们是沿线清晕是不变 但是呢我们增加了定时定点的这样的一个专案 那除了在原有的这十一条线里面 我们找出的四条线 做每一条线有十个定点的这个增加 五分钟的时间 五到十分钟做这个收运的延长时间一花 在白天日下我们有五个专区 分成东南西北 尤其那个那个茶楼城 青棧黑棧都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专区 大概我们有分成 有四十分五五十分的时间 让所有的乡亲的朋友 再去七点半到晚上九点半 这几天你都能够去找导师 这些所在来这一个青云垃圾倒垃圾 那但是呢 这边要跟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我们报告就是说 在我们这一个定点这个时间里 这一个倒垃圾的这边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们的这一个资源回收的部分 麻烦里面要做好细分类 所以在那个点上面 你就再把它拿来的资源回收的东西 一件一件把它分开来 那希望说将来我们在这一个 让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在轻运垃圾的时候呢 有一个更方便 更能够接受的一个点跟方式 挪动好生活 沿线轻运不便 定时定点 真方便 赞 以上新闻由政森记者张凯婷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光过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